嗨大家好,你交过保护费吗?当然是带引号的啊,我敢说 任何人都交过保护费,对吧?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得或多或少都交保护费 但是你交保护费,对吧?管用的吗?或者是这个保护费你交完之后,你感觉有实际性意义吗?对吧? 如果不交保护费,你认为对你生活会有多大影响呢?首先,我这保护费交的没有啥意义,对吧?为啥呢?因为你看啊 有些国家,有些地方啥呢?哎,我交保护费,有病呢,你去医院,对吧?然后看完病呢,拍拍就走了 但是在有些地区就不行,咋的呢?看病呢,你还得额外再交保护费啊 第一个份,正常该交的保护费,这是什么保护费,咱不知道 但是呢,看病,你还得额外交保护费,最可恨的就是,哎,你保护费交的,你会发现 你依然看完病,你还得自己冲着这套钱,对吧?为啥呢?就是说,有者保护,并不是所有 要都在他保护费范围之内,对吧?你还得自己交钱额外去 交这个保护费,那请问第一份保护费,意义是啥呢?对吧? 我们说,啊,那是保护费,我们,对吧?那个人民安全的,那好安全 那请问,对吧?自己人被你打了 对吧?没啥管,没啥呢?后来一看啊,原来是 收保护费的,给交保护费的给打了,那当然不管了,对吧?那你说 人家收钱,对吧?人家收保护费的人都知道,什么样人收保护费呢?对吧?不需要我说了 所以说,人家人,对吧?我收保护费,哎,我就打你去交保护费的,那又怎样呢?没有啥事,对吧?你怎么看呢?对不对呢? 反正我知道好像,唐山之前有个这么事,唐山不少这样的事,你就会发现,对吧?就是被你打了,然后需要保护的事,没有了 后来可能是,一看啊,原来他们打的,那都是收保护费的,对吧?那这就有意思了,对吧?那你说还有什么呢?对吧?还有说,外敌,对吧? 外敌,外边人来了,外边人来了,你会发现,保护费一分钱不少收的,但是呢,外敌来了,你会发现外边人欺负,没事啊 外边人在我们这拉死,啊,无所谓,对吧?就当给我们交匪的,啥尿,这也没事,对吧?淋点雨怕什么呢?对不对呢? 然后呢,最后不行了,啊,我们拭目以待吧,对吧?我们得看啊,我们得看,你就等着啊,就是等着这番事了,对吧?换句话说,后来发现啊,原来我们交的保护费是找人啊,就是帮我们骂他们啊,原来这个保护什么呢?对吧? 就是保护这些赏的,保护这些人的赏的,平时这么个家养的,对吧?吃了金赏的好饱,于是这时候呢,他们从来牵头,啊,带对去骂他们啊,原来我知道了 后来就想,我感觉他们骂的不精彩,对吧?还不如我呢,他换句话说,骂管用嘛,对吧?那如果单纯的骂来说,其实的话,我比他们骂的还用呢,对吧? 我比他们还用呢?那这个保护费我不交,行不行呢?很简单,不行,就这么简单,为啥呢?人家嘴大,人家要收保护费,你就得交,就这么简单 保护费的用处,就像我们签合同一样,对吧?人家说,对吧?买任何董事的时候,签合同的时候,一定要看好啊,看好条件,但你发现我们签的合同,假方,他的名,一方,你的名,中间是白子,对吧? 具体合同,对吧?这保护费交完,保护你什么?他想起来就往上写,想不起来就辣到,可能就是一份白子,他说什么,那就是什么? 你不需要知道你保护费,对吧?保护你什么了,但你就知道你需要交这个钱,不交就不行,就这么简单,对吧?那好,我们需要感恩吗?当然不需要感恩了,对吧? 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感恩,对吧?为什么?因为受你保护费的人,对吧?他负责任,对吧?他受这个保护费,他给你应有这么个待遇,但很遗憾我们不是 我们只负责收保护费,保护的时候呢,不好意思,没有啥事啊,你们自己玩自己的,换句话说,你现在每赚的一分钱,对吧? 都是你自己努力,都是你自己的努力,你不需要感谢任何人,你要非感谢,感谢父母给你生命,感谢父母的努力,把你培养成人,感谢父母的努力,让你住上了房子 你可以说感谢父母帮你带孩子,感谢父母帮你换房贷,但是你唯一不需要感谢的是什么呢?就是受保护费的这些人,人最可悲的是什么?就是他拿着你的吃 吃着你喝着你的,还得让你听他的,明白没?还得让你听他的,你不听话呢,还得打你,还得骂你,最可配的,最可恨的是,还得让你忠诚于他 那这就有意思了,对吧?对于此事,你怎么看?或者说,你认为这个保护费,你交的心甘情愿吗? 首先,我是心不甘情愿,但是没办法,为什么呢?因为黑恶势力 我惹不起,好,这就是运动,谢谢大家